下面呢我们进入这个最后一小节 叫第三大公式的最后一个公式 斯托克斯公式 这个公式我们前文做了铺垫 它就是帮人们把曲线积分 跟曲面积分联系在那一起 怎么联系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公式的基本内容 然后呢通过一个题 带着大家用一下这个公式 说空间曲线空间有向必曲线 斯托克斯是以它为边界的一个曲面 这个曲线跟这个曲面符合什么呢 符合右手规则 这里面罗里巴索写了一大堆 我们同学最惧怕这个公式 我们来看这个公式怎么来理解 好两个要素 一个是谁呢 一个是曲线 对不对 一个是曲面 它俩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 比如 大家看我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空间曲线 这就是我们的大噶吗 空间曲线 然后呢 以这个曲线为边界 能 是不是能构造出一个曲面 你比如说 这样一凸出来 这个就是什么呀 这个地方不就这个曲面 Sigma 对吧 这个曲面跟这个曲线 它俩的关系就是有共同的边界 或者说呢 曲面的边界就是这个曲线 或者说这个曲线为边界构造的曲面 就是Sigma 反正他俩呢 是这样有一个交恒的 这样来的 好了 那么怎么办呢 那显然这个曲线 应该是做曲线积分 这个曲面是做曲面积分 他们两个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那就是说 沿着这个B曲线跑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要求 就是这个曲线的方向 比方说曲线是沿了这个曲线 沿着这个逆时针跑 沿着这个方向 曲线如果是沿着这个方向 那么曲面不能随便去定它的方向 二者之间应该符合右手规则 右手规则就是说伸出你的右手 让你的四指沿着这个曲线的方向 大拇指的方向定义为曲面的方向 所以这个曲面应该取哪一侧 应该取外侧 对不对 这不就看出来了吗 这就是右手规则 再说一遍 伸出右手 四指沿着曲线的方向 大拇指的方向定义为这一张曲面的方向 只有这样 二者之间形成这种右手规则 这个地方才能是相等 怎么等 沿着曲线的曲线积分 等于这个沿着曲面的曲面积分 诶 这不就是曲线积分 演变成了一个什么呀 曲面积分了吗 线变成面 斯多克斯保证的 那么这个曲线 这个曲面 要符合什么 要符合这个右手规则 要符合这个右手规则 才能相等 否则要差一个负号 右手规则 或者写成谁呢 那或者写成如下的这个 如下的这个公式 那这也是斯多克斯公式 只不过呢 这个地方是第二形面 这个地方是第一形面 因为两类曲面积分有关系 那所以你能写成第二种曲面 也能写成第一种曲面积分 那到底用谁 这个呢 一方面取决于个人的习惯 也取决于 也得学一些尝试 试探性 比如 我们都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的目的都是求左端 都是要求这个曲线积分 你想一想 求这个曲线积分 我们通过斯多克斯 能将它划成曲面积分 可这有一个问题 我是划成这个第二形的面 还是划成一形的面 就是我用到底 我又到底用哪个斯多克斯呢 这两个都叫斯多克斯 这个地方 没有一成的结论 那有的题划成这个曲面积分好做 有的题划成这个好做 那有的时候需要大家尝试的 试探性的用一下 那下面呢我们也通过一个题 带着大家练一下这个曲面积分 这个斯多克斯公式这件事情 好 来看我们的利益 这个利益在241页 找到 241页的利益 这个不是241页 是243页的利益 这个题书上打了小体字 但是考研是考的 这还是重点题呢 计算曲线积分 封闭曲线 伽马是三个平面 是一个平面被三个坐标面 所截出来的东西 我们来画张图 来看看这到底说的什么呀 Z轴 X轴 Y轴 圆点 那这个地方有个1 有个1 有个1 这样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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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谁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其中伽马是这张平面 C伽马 与背三个坐标面 结成的三角形边界 它的方向从Z轴正向 往复相看 是逆时针 注意 这句话是遵循着考研的要求给的 考研出题 不像咱们书上那样写的那么明白 说咱们书上怎么写的呢 咱们书上写 它的正向 与什么什么 符合右手规则 这明确告诉你了 考研不会 考研只说这句话 说从Z轴正向往复相看 这个曲线 是逆时针的 那就是谁了呢 那是不是指的 就是这个边界 就是这个 这个 和 这个 他们呢 是逆时针 那就是逆时针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地方就是逆时针 然后呢 这个地方就是逆时针 那这就是谁 这就是我们这个曲线 曲线的一个走势 是这样来的 那么我想把这个曲线积分 转成一个曲面积分 那就是斯多克斯了 解 看我怎么转变 那这个空间曲线 Z比X 再加X比Y 再加Y比Z 你想 按照斯多克斯 是不是这个曲线积分 要转成一个曲面 这个曲面是谁 答这个曲面 要跟它符合右手规则 且以它为边界 哎 找找找 大家能不能在这个题中 找到一个 以这三个线为边界的 一个曲面块 我说很容易找到 就是谁 就是这个家伙 就是这个三角形 答 这个三角形的边界就是谁 这个三角形的边界 我说就是它 这个三角形曲面的边界就是 噶 二者符合右手规则 我让它去哪一次 你看 来 伸出右手 右手四指沿着曲线跑 大拇指规定为曲面的方向 所以取哪一次 这条是不是取了 叫上侧 是不是取上侧呀 取上侧 目的就是为了保证 右手规则 右手法则 好 那么它就等于 那么问题来了 我用哪一种斯多克斯呢 哎 这个地方我们就先用一下 第一种斯多克斯 那第一种就是 前面是底Y底Z 然后呢是底Z底X 然后是底X底Y 这是偏 偏X 偏 偏Y 偏 偏Z 然后呢第三个是PKOR P底X Q底Y R底Z 这样写 那这个三阶行列式 大家老老实实实算一下 算的结果 我只给一下 算的结果 这是曲面 然后呢 这是底Y 底Z 没了 然后加上 这是底Z 底X 再加上 这是底X 底Y 写成它了 好了 变成这个曲面积分 往下怎么做呢 哎 大家看 这个曲面积分怎么做 曲面积分无非就是 一头二代三正负 要么高斯公式 那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高斯公式来做 但是 你这个曲面只是这个三角形 它不封闭 需要补面用高斯 补哪些面 你想想 是不是这个地方要补一个Sigma1 要补好多面 对不对 要补三个面 这要补一个Sigma1 那后面要补一个Sigma3 这个地方要补一个Sigma2 那么请问 这个Sigma是哪一侧 咱们这个Sigma 咱们这个Sigma 是上侧 这是为了保证右手规则 对不对 那你补的是谁 那你补的是谁 你补了Sigma1 Sigma1去哪一侧 那我们待会想用高斯公式 高斯公式得一致朝外 那么这个Sigma是朝上 那么Sigma1现在是朝哪 是不是朝左的 是不是左侧 那么Sigma2呢 是不是应该朝下侧 那么Sigma3呢 是不是朝后侧 对不对 那这些是为了干什么 是为了保证对于Omitter外侧 是吧 保证了对于Omitter而言 这都是外侧 好 于是这个地方封闭了 一个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 然后毫无疑问 减一个 再减一个 然后再减一个 然后前面被高斯公式 这是Omitter 那这里面是P对X球 K对Y球 还有谁呢 这个R对Z球 这里面全都是几呀 是不是全都是1 是吧 这里面全都是1 如果全都是1的话 这个积分就 秋导就是0了 所以这就是0 底V 然后再减Sigma1 那么Sigma1 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投影 Sigma2也干什么 要投影 Sigma3干什么 也要投影 那你看 Sigma1 Sigma1这个东西 是谁得零 Sigma1这个东西是Y得零 对吧 如果是Y得零 那这下就没了 Y得零这没了 Y得零这也没了 那就只是要抵Z抵X 好 它投影 哦 它要投影下来 嗯 这是用的 嗯 好 将它投影 嗯 因为在Sigma1上 是Y得零 在Sigma2上 是Z得零 在Sigma3上 是X得零 好 开始背 一投二代三正负 投影 投成了一个区域底一 那么这个地方呢 往里带 Sigma1上Y得零 Y得零底Y没了 Y得零底Y没了 只有这个地方 叫DZ抵X DZ抵X 三正负 左侧投影取什么号 它左侧投影取负号 所以这呢 加一个负号 所以投影有个真负号的问题 对吧 嗯 好 所以这个地方 要加一个负号 投影有真负号 再来减掉 Sigma2 Sigma2 这个地方是Z得零 Z得零带入 DZ没了 DZ没了 只有DX的DY 那就再来一个投影 D2 那就只有一个Sigma2 Sigma2是Z得零 Z得零 只有DX的DY DX的DY 可是呢 Sigma2取下侧 下侧投影也取什么号 是不是 也取个负号 所以这个位置 又来一个负一 嗯 所以它再来一个负一 最后 再来 Sigma3 Sigma3表示 X的取零 X的取零 X没了 X没了 只有这一项 那么投影 投影 D3 只有DY DZ 对吧 但是它取后侧 后侧投影 也取什么号 也取个负号 这是投影保证的 然后大家算 前面0没了 负负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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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积分表示面积 这个三个投影面积一样 都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那就是二分之一 乘一 乘一 再乘三 所以最终等于二分之三 写完了 哎 这里面呢 我是用了一下 补灭用高斯 咱们教材上不是这样的 教材上是直接投影 看到没有 教材上是做到这个地方 我是就是做到哪里呢 就是他做到这个积分的时候 做到这一步 方法就不唯一了 教材是直接对这三个单独投影 我呢 是用了高斯公式补了三根面 对吧 我是补三根面 然后呢 再去高斯公式 然后呢 再去投影 那样来做的 当然这个反减程度好像差不太多 是吧 这是补灭用高斯 好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基本的斯多克斯 但这个题呢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做法 我们这个地方是用的第一种斯多克斯 大家可以另解 干什么呢 你回去想 如果这个题是用第二种斯多克斯 那就改一下 将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改成cosα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不是改成cosβ 改成cosγ 如果是用第二种斯多克斯 它也许更简单 你回去可以试验一下 比用这个斯多克斯 可能还简单一点 因为你用第二种斯多克斯的话 这个地方刚好是一个正的三角形 待会直接算它的面积就行了 我不再赘述了 所以请大家 另外一种斯多克斯 独立 尝试一下 另一种斯多克斯 斯多克斯 这个自列 就是这道题 练一下 好像呢 这道题还真的是 用另外一个斯多克斯 更简单一点 比咱们 收上这个斯多克斯 还简单一点 好 关于斯多克斯 我们就讲这么一道 比较好的题目 然后呢 请大家就得独立 把教材上的利亚这道题 又是斯多克斯 好好做一下 教材上的斯多克斯 你会发现 他用的就是第二种斯多克斯 这两个题 他一个用第二种 一个用第一种 其实这两个题 都是能用两种斯多克斯 包括第二 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斯多克斯 你比较一下 这个谁更好一点 好 其实这一点 然后呢 这一章 还有一个话题 叫环流量与旋渡 翻开书 那就是246页 第三个标题 什么叫环流量 PKOR 所谓的环流量 指的就是 这个空间的曲线积分 PDX KODY RDZ 这件事情 那么同时 称这个三接行列式 叫旋渡即为它 这个地方就是四份 其中 2016年 考了四份 其中 2018年 考了四份 都是考这个旋渡 填供体 记住就四份 没记住就零份 这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就是公式 好 最后呢 对于这一小节 做一个作业的 作业的梳理 作业 第一件事情 先把 这个 244页 的第二个大标题的支持点 划掉 这个叫不要 叫空间曲线积分 与路径无关的条件 我们前面讲的格林公式 那个地方讲过曲线积分 与路径无关 那是在二维坐标面上 平面曲线 现在是在三维坐标面上 空间曲线 有关没关 你看 好复杂 需要验证三个偏导相等 不要 这个点不要 然后就是例题 从例一 一直要做到例四 例一 到例四 然后往后翻 翻到后面 这个248页 还有呢 248页 第二题 第二题 这四小问题都做一样 第二题 和这个 第四题 第二题 第四题 还有第五题 这样就可以了 总习题十一肯定要做了 这样的话 我们数学一 你的所有积分 两种线 两种面 三大公式 就把你全部数理清楚了 这一章 是很多同学 很多数学一的同学 感觉很吃力的一张 知识点比较多 积分比较像 很容易混了 希望大家 能够结合这个串奖 整理好你的笔记 归纳总结好 争取在这个起跑线上 我们就比别人 这个地方 掌握的就很好一点 然后呢 也方便于我们下面 再对这一章 继续深化 好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整个这个数学一 你的多元积分 你的整个下作教材 我们也就把你梳理完毕了 那么在此 也预祝我们屏幕前 数学一的考生 复习顺利 考验成功 咱们杨 Jacobs 这样子